第二號輕度颱風馬力斯 一號凌晨在廣東洋江市登陸 受颱風影響 廣東有部分的高鐵停駛 而登陸後 馬力斯的強度逐漸減弱 目前殘雨水汽 伴隨正接近台灣的封面 造成台灣週末要慎防大雨 而受暴雨天氣影響 重慶東里河的河段水位暴漲 三名老人和一名兒童受困洪水中 水位已經到達腰部 需要緊急救援 救生圈拋出時 一波洪風再次來襲 把原本站在大石頭上的 四名受困民眾捲入水中 從往下游 救援人員改跳河救人 這時附近的熱心民眾 也下水幫忙 還有個大小 哪兒 幾個人 還有個大小 還有兩個 在眾人合力下 三十分鐘後 四人被救上岸 同時救護車也抵達現場 四人送醫後 幸好沒有大礙 而在暴風雨前夕 四天三夜的郵輪旅遊 大陸遊客從海南三亞出發 前往西沙 再轉小艇去小島觀光 結果受到強對流天氣影響 一百七十五名遊客 滯留在淫嶼島 只能靠島上的居民 幫忙解決時速問題 待天氣好轉 再將遊客接回 TVBS新聞 謝賢希 請向如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